市長沒有化妝 不要出來嚇人 我是女生 我生的是女兒 請市長注意你的發言 議員參選人送上口罩跟娃娃 諷刺柯文哲先前說過的 台灣女性不化妝上街很嚇人 馬上被維安人員代理 參選人 喬裝家長混進校園 還跟柯文哲近距離接觸 難道是維安有漏洞嗎 這個還好啊 這個也不算什麼維安 那不是拿槍 專業的維安他們是說 對那個有沒有危險性 表示剛剛的突發狀況 沒有危險性 但宣前置業的場地卻搞砸了 柳安之陣營已經申請 11月23日市府前廣場露權 自己的主場被人搶先 柯文哲也無可奈何 這也沒辦法 因為我們那個本來預定的 那些場地都被搶光了 現在就想不到到底要去哪裡辦 有人就他一次申請 比方說他一次申請四個地方 他也不見得 當然不可能四個都用 不只場地還沒下落 柯文哲在點出制度問題 表示台北市能舉辦造勢場地不多 利用人頭申請露權 封殺其他參選人 法律上卻是完全合法 如果我現在一次就申請十個 到時候只用一個 可是我申請九個 其他人都不能用 那這怎麼處理 好問題我也不知道 押金好像很便宜 我就是三萬 那如果我用 我30萬申請十個場地 就可以把對手全部封死了 抱怨遊戲規則該修改 既先前行動禁總在公元造勢違規後 針對申請露權規定 又表示應該修法檢討 柯文哲再度針對制度開砲 難免又會被外界大做文章 華語新聞 柯华名王長茹台北報導